佛滅後兩百年這些不派學說 開始 一百年後就開始就有了 開始有很多不同的學說 大概在佛滅後兩百年 到五百年之間 另外有一些人 他認為這樣的路線偏掉了 所以要他回來 所以深入緣起本性者 就是這些初期大聖的 初期大聖的這些 就是波羅經的這些人 就是我們講菩薩道的這些人 這個是不派的 這個是當時不派的 不派的這些學者 不派的這些學者 這個是初期大聖的這些學者 深入緣起本性 就是緣起無至性空 我所謂的叫做緣起性空 那麼宣縮 開始在宣縮 就是認為你這樣的觀念偏差了 就好像佛陀出現了之後 那麼糾正那些六四外道偏差的觀念 那麼佛法慢慢流傳 流傳到 流傳到不派的時代 開始研究 研究佛所說的 慢慢慢慢走入學術 甚至是遠離人間 然後甚至是遠離 遠離無我 慢慢慢慢有一點偏向 就是 因為他才是講 講人無我 但是講法有我 就開始慢慢有一點偏離無我 有點偏離解脫了 所以開始那後來我們講 後來慢慢慢慢慢慢 到2500年後 像我們現在的中國佛教 也慢慢慢慢有一點偏離了嘛 所以運存導師太宣導師又把它拉回來 類似像這樣 所以深入緣起本性者 宣說不生不滅的緣起 除淺 生滅 生滅 生滅就是有無的妄之 因為 依舊落入有說生說滅 因為 外道 外道基本上是 你說阿罕基本上是有 就是不有不無 除淺 外道有無的妄之 外道 因為這邊講嘛 外道主要是 主要是有我跟無我的問題 那有我是常見 無我是斷見 那不管你是常見還是斷見 基本上 都是有無的問題 所以 但是 因為 因為到了部派 他 他基本上 就是講 所謂的這個生啊滅啊 所以 他講 就是除淺生滅 有無的妄之 重新 重新 來說明 禪世說明 釋迦 就是佛法的真意 真實意 好 那這個是中關禪戀裡面 那這一段在講不生不滅 我們 很好的一個參考 好 那 我們來解釋這個東西 就是 講到八部中道裡面 生滅有無 好 生滅有骨結 把這個擦掉 好 那如果我看 先看這個 先看 不有不無 雜含二六二經 雜含二六二經 基本上是禪陀 禪陀 他怎麼 大家都解脫了 佛教涅槃 那 很多阿羅漢都解脫了 但是他一直沒有解脫 那 也沒有證過 連無我都沒有證 然後他後來到出去問 那 告訴我要怎麼樣證得無我 然後 後來 阿難 阿難 因為 他 禪陀有一點點傲慢 因為 他就是被 大家默病的一個人 他常常認為 佛是我教佛 法是我教法 是 是你要聽我的 不是我要聽你的 你不用管我 我也不要管你 他常常是這樣 也導致 也導致後來生團 只要是釋迦族的都不收 因為釋迦族的傲慢 你看 照理講釋迦族應該比較殊勝 沒有 因為傲慢所以不收 因為收了麻煩 你是 你是佛的親人 所以你就認為我是佛的親人 你管我那麼多 那麻煩 後來不收 那麼這種 這種就是 你這種很明顯的就是 我慢很強 那怎麼能夠證得無我 但是他 他 他還有就是說 他方法可能 也不是那麼正確 所以他後來去問阿難 阿難就跟他講了 佛教佳瞻眼的 這個後來變成 是無我的一個典範 我們來看這一篇 他說阿難與禪頭眼 我親從佛文 教摩何家瞻眼 我們先把 他很長 但是我們就引這一段就好 阿難 這個是雜函二六二經 雜函二六二經 那前面就是禪陀 他去問阿難 阿難稍微鼓勵他 跟他講 你也不簡單 能夠這樣到處去問 不此下問 因為他是長老 他算是長老 那阿難 雨禪頭眼 我親從佛文 教摩何家瞻眼 就是佛在教摩何家瞻眼的 的時候 阿難是在現場的 阿難不是每一次都在現場 並不是 那摩何家瞻眼是議論第一的 摩何家瞻眼 教摩何家瞻眼 怎麼說呢 就是四人顛倒 這個就是不有不無啦 四人顛倒 這一篇 這一篇 這一篇是很有名的 四人顛倒 一語兩邊 就是四天的人 三分佛人 大概就是這樣 那麼 若有若 四人 四人取諸境界 心變激濁 世間的人 取濁 這個有 跟無的境界 取諸境界 心 就是直取 家瞻眼 若不受不取不住不居於我 大家就講到 家瞻眼 這輔跟家瞻眼講 若不受不取不住 這個都是形容詞而已 不受 不取 不住 不激於我 不激於我 此苦 生死生 滅死滅 這輔跟家瞻眼 就講到有無 講到生滅 那 那 家瞻眼如實正觀 後面這個就是 比較最有名的 就家瞻眼 我們寫下這 生滅死滅 家瞻眼 他說 與此不疑不惑 還沒 與此不疑不惑 對這個不疑不惑 你深信 不疑不惑 不由於他而能自知 世民政見如來所說 所以這裡再重新產品釋迷釋迦的真意 應該是從這裡開始 是比較有名的 所謂的 正見世間疾者 不生有見 他說 家瞻眼如實正觀世間疾者 如實正觀世間疾者 世間疾者 不生世間疾者 基本上就是這樣而已 就是不生世間無見 如實正見世間滅者 如實正觀 世間滅者 这个是世間疾 这个是世間滅 不生世間 世間有見 則不生世間有見 这个就是阿寒的所謂的 不有不無 就是 无跟有 所以他这里讲 谈之外道有无 多用生滅 然后寒色存在不存在 那么一阿寒经 不妨除去不生不滅 就是八部里面不生而患上 不有不无 就是八部中道 如果一阿寒经 就是不有不无 不常不断 不依不易不来不去 就是这个 那讲的就是二六二经这个 这个是佛说的所谓的中观 不有不无 后来到了因为部派生灭的问题 所以强调这个不相应刑法里面的所谓的生灭法还有其他的 但是后来就 龙树 依不生不滅 就是来讲 因为这个是对之不派的 主要是对之不派的 那佛法佛陀的不有不无 主要是对之外道的 那这个龙树的不生不滅 主要是对之不派的 那这样 稍微要 就是说 为什么这么说了 好 那另外 我们就来看 那后面就讲 如来离于两边 这个后面还有 我们写一下 可以 如来离于两边 那 说与中道 所谓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 那这里就讲到 此无故彼有此面故彼面 就是有无生面 好 那我们把这个插掉好 所以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无时正观 世间几 世间几 世间就是 我们因人合合而生 你要知道这个世间 如果你要观察这个世间 都是因人合合他就生 有因有缘他就生 那如果是 因为你知道有因有缘他就生 你就不会说 无就是断灭 世间无就是没有断灭 比如说我们 有一些执着 断灭的人就是 他讲无我 他讲无我就是死了后就不再有了 没有来生 没有夜报 没有轮回 这个是无嘛 但是如果你如实 正见世间几 有因有缘 他这个夜有 他就会再生了 你知道吗 他就不会落入无间 就是断灭间 你知道有因有缘 他就会再来 你不会说死了后就是没有啊 正见如实正观世间几 有因有缘 他就会再现起 就是会再 再来 他会可能是六道里面 哪一道不知道 但是就是会有 会有夜报有轮回嘛 这个就是我啊 但是这个有是有 但是他他认为死了后就什么都没有 他认为这样的现起因缘只是偶然的 或是他是没有意义的 一般的外道啦 比如说唯物论啊 他认为一切都只是物质的而已啊 物质的生成而已 生成与消失 那这一些他就是断灭间 他也有这一类 他就是无啊 无就是断灭 无并不是说 一般我们讲有就是 有就自信有跟无自信 就是他不是无自信 他是死了以后断灭 就什么都没有 没有来生嘛 没有来生哦 也没有前生哦 没有过去 没有未来哦 只有现在 他死了后就什么都没有 所以因为这样 所以他就没有夜报嘛 没有善恶嘛 没有啊 那你如果如实正观 其实他不是没有 所以无我并不是没有我 而是说 因为没有我就死了都没有了嘛 无我只是告诉你 他否定掉你那个 你那个有真实不变的我 他并不是说 那你这个桌子被烧掉 跟你死的尸体被烧掉 那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他还是不一样哦 那所以他并不认为 那如果是唯物论就都一样哦 如果唯物论无的 无的认为没有的 他就都一样 一刚桌子坏掉被火烧掉 跟一个人死掉 动到红化里被烧掉 这两个是一样的 那个就是无啊 但是如果你正见 如实正见世间起的 他就不会有这种观念 有因有言他会再来啊 你可能还不是很清楚 但是就是可以再慢慢 这个慢慢再去深入了 没关系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 因为无病不是断灭 所以金刚经 或是其他的波罗经 在抢到空的时候 他就会强调 都会强调他并不是完全没有 就是说他只是在否定 你的这些执着是错误的 他并不是在否定掉说 所有世间的一切存在 都是不存在的 不是 而是 所有一切的存在 都是因缘的存在 而不是一切的存在 都是不存在 不是哦 但是你还是看到有啊 就即使是唯物论 他也知道 人会出生啊 人会死啊 怎么会没有人 你到处看到都是人啊 但是这些人 跟那一些素是一样的 死掉就没有了 所以没有前生 没有后世 这种观念 其实比较不多 但是有 就基本上分着这两类 有跟无 就是说他不是 他不是真实 我们可以这样讲 就是存在也不存在 他不是真实的存在 但也不是不存在 他是因缘合合的存在 因缘合合的不存在 就是因缘消失 他就不存在 因缘合合他就存在 但是如果你认为 真实存在不存在的 他就跟因缘没关系 他存在就是一直存在 因缘怎么样变化 他都会存在 那么不存在 就是真实的不存在 那么不管因缘怎么样变化 他不存在的 就不会再存在 这样会不会像闹口铃 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反正就是 我不知道你们听得懂 听不懂 大概 等会再练功练30年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我们再来看 就把这个插掉 因为后面还有一些要写 是接着这边的 这一段可以仔细看 或是你们回去 把中观计论再看一下 那么如来驴以两边 这个是杂而喊二六二经 如来驴以两边 这个是延续过来的 这种佛 如来驴以两边 说于中道 所谓 此有故彼有 缘起就是 缘起简单讲就三个字 这都此故彼 再详细讲 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无 其实是这样 所谓 此有故彼有 那如果是 常见跟断见就不是 不管这边有没有 我这边就是有 不管这边消失没有 我这边 如果常见的就是 你有没有 就是有因有缘 不管怎么样的因缘 有就是有 它不会消失 这种不会消失 它是最初的存在 也是最真实的存在 也是终极的存在 它不会因为世间的任何变化 而导致它不存在 那么没有就是 它没有了就没有了 它的存在只是偶然的 那么它不存在是必然的 那么不会因为任何因缘 它再重新存在 不会 那这个是 一般的 有跟无的概念 就是有我跟无我 外道也讲无我 外道也讲无我 不过那个无我是断面的无我 佛法的无我是缘起的无我 那为什么不讲有我 因为讲有我的比较多 执着常见的比较多 有一个真实不变的灵魂 自信 或是有一个 比如说上帝这种概念 它就是真实的存在 它是最初的存在 没有宇宙 没有任何东西之间 它就存在 一直到所有的宇宙 它变化了 它还不会变化 犯也是这种概念 那么后来 所谓的我也是这种概念 你们看着我不晓得是懂还是不懂 我也不晓得 所谓持有顾必有 慢慢听 不懂也没关系 听久就会懂了 其实我也不是一听就懂的 我是经过三十年才慢慢懂的 我也不是一听就懂 我在佛学院就十七年了 你看在外面又讲了十几年 就三十年都在讲课听课上课 也才懂一点点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要 我们就要说说训绪 说说思维 其实要这样 久了久了就很熟了 就好像你跟我第一次认识 也不太熟悉 久了久了就熟了 就知道了 你跟你们的亲人也是一样 朋友也是一样 都是这样 跟佛法也是这样 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无 此生故彼生 他就这样 所以他这里就所谓有 有无跟生灭 此生故彼生 那你就会发现到 有无跟生灭 是最常用的 那么另外就是 此无故彼无 此灭故彼灭 那中间 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 就开始有所谓的 为无明原形 这个就讲到 有跟生是指 我们这个生命存在 现起 他不是桌子 以及这些有无跟生 我们把这个稍微 仔细理解一下 为无明原形 他是写 原无明有形 他其实就是 无明原形 原无明有形 乃至 后面就省略了 乃至生老病死 忧悲苦恼己 其实就是无明原形 行原事 四言明色 明色言幼六六六 六言处 出言够 这人在爱原曲 取言有 有言生老病死 悠悲恼苦 这个叫做 有阴有言 正见世间己 就是你这一些 就是无明行事 明色六处 那这个其实就是五运 有五运 而有五运身心 才有这一些 就是他五运身心 到底是怎么来的 就是从不断不断变化 然后这一生怎么到下一生的 前一生怎么到这一生的 他都是怎么样生成的 为什么会有业 为什么会有烦恼 烦恼为什么会造业 业为什么会感召这个身心果报 这个身心 为什么会受苦 基本上在讲这些现象 我们学佛不也是要 理解这些现象 然后解决这些现象 那这些现象里面 最大的问题就是苦 这个之前我们讲过 在召见五运皆空 度一切苦恶的时候 讲过 就是有这个身心 就有这个生命 这个生命从生到死之间 就有老病死 愿正会爱别离求不得 叫做幽悲恼 幽悲恼 这种种的苦 那么你政见这一些现象 他都是有因有严 有因有严 他就会形成 你就不会觉得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 六四外道里面有一些 有一些是认为 死了后什么都没有的 有些认为 虽然有这个灵魂 但是没有业没有报 没有业没有报 那时间到了自然解脱 时间没有到 你就是不能解脱 你再怎么用工作不能解脱 那么这个也是 也是某部分的 虽然有我 但是他某部分 这些我 他不经过 不是跟因缘没关系的 跟业报没关系的 你在恒河南边杀了那么多人 你在恒河北边 就有那么多人 没有善业没有恶业 也不会导致你苦不苦 那么这些都会 这些其实就是佛陀 要厘清的对象 所以生老病死 幽悲苦恼急 那么所谓此无故彼无 就开始又另外讲 所谓此无故彼无 这里就所谓的 有无跟生灭 所谓此无故彼无 此灭故彼灭 那么为无明灭 则行灭 就讲到这里 无明灭 则行灭 所以你只要把无明 无明是什么 我们讲过 无明就是 你对我的执着 你有我 就是无明 无知 不知无我 不知五蕴无我 不知六处十二处无我 不知一切法无我 从波罗经文里面来讲 就是不知诸法空向 那就是无明 所谓无明灭 则行灭 那么因为你不依这个我见而造业 你就不依这个业感召你的身心 然后再来受苦 但是它并不是不存在 如果不存在 那那佛涅槃就不存在了 可是 佛陀也有讲 说有些比丘认为 那阿罗和涅槃就不存在这个世间 那佛陀说你这个是断灭 我不是这样说的 那这个就是没有正见世间灭 没有正见世间疾 那么他就会认为 他就会认为 这个阿罗和涅槃 就是永远不存在的 他不是啊 他不是永远不存在 他只是没有那一种 我们认为的存在 所以 为无明灭则行灭 乃至 因为此灭顾病灭 乃至生老病死 忧悲苦难灭 乃至生老病死 忧悲苦难灭 这个就是 老师讲的 以有五来代替 忧悲难无苦灭 这个是很有名的 扎函二六二经 从这里如实正观 世间几者 不声有见 然后讲缘起无我的 这些 好 那 就这个等一下 跟我们后面要用的 也有一些关系 就是要讲的 所以 他后来 无言而彼者身 亦无身身相慰处 无眼见乃至欲见 无无明亦无明尽 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 好 时间到了 好 好 那这个只是讲到 生灭跟有无而已 后面还有长段 一一来去 这个我们到时候 再来掩咖喊经 再来把它 看一下 就是 因为我们讲到 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 不增不减 先解决这个生灭 跟八部中道 然后 就是 然后后面 这个部的这一部分 我们就算解决了 然后我们再来讲后面的 因为时间到了 大概 大概今天先想到这里了 我看我们也不要读太多 读太多 我看我们也消化不到 我们听一个法师讲的 我们 就是 现在正好在佛妻 他讲 听法师讲的 人间没讲 因为又有字幕 他听得很乏气 这个 我们法师这个讲的 叫做正与正与正与正面 不是这样吗 那波罗经就偏重 偏重在观念上的厘清 尤其心经 那当然波罗经里面也有一些 例子 比如说常体菩萨 那我怎样怎样修行 但是他所谓的波罗就是他 以 纠正当时这一些学派错误的观念 所以他重点不在于 重点不在于做 想像说告诉你 实际上生活怎么修怎么修 重点不在这里 如果你仔细看就是这样 那如果你说 比如说 比如说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里面 他就有所谓在讲到无恶无痛无梢 他这一部分他就在告诉你 你在这个现实人间生活上你要怎么做怎么做 哪一些不好不好的 他就一个一个给你举出来 那这一点当然如果要这样讲的话 我们就讲那个就会比较知道 我们现实在生活上有哪一些不应该做的我们做的 有一些我们应该做的我们没有做 他就会 这个就比较贴近于我们一般的人了 但是这一些波罗经他主要是在解决 刚才就有讲 像中观就念这种东西 他也不是解决我们生活上的东西的 因为他是比较 放在你怎么样可以正德无我不能正德无我 放在这边说的 你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所以他比较没有办法说 就好像你看医生的话 他有一些医学名词或是有一些观念 他没有办法 比较没有办法 他不是针对一般的人说的嘛 就是针对你有一些当时的学派的学者 他的研究 他做这种深入的研究 但是看起来好像可以解脱 实际上是偏离解脱 那这个都是概念上的东西 所以当然你也可以用心经 然后来做平民化的东西 就是说来看怎么样引导 也是可以 就是因为很多都是初学的 所以就是需要说 怎么用他能读送心经 他怎么引导他们 怎么用在这个生活上面 可能对大家会比较 恰当 就是马上受用 先受用这样 波瑞的主要用意 就是像心经这种 他是浓缩版的嘛 那么他最重要在 我们说他是在纠正学派的一些观念的错误 那你如果比如说你送心经的话 那你要怎么样运用在生活上 其实就很简单嘛 我们看到的任何一个现象都是法 我们看到的任何一个现象都是法 那我们天天在起烦恼 那个烦恼也是法 我们认为这个人不好 这个人不对 这个人不应该 那个也是法 那你一旦执着了 你就是有所取 那现在他告诉你不什么不什么 不生不灭 比如说 这个人本来对我很好 后来他对我不好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生跟灭 不是吗 这个人我本来不认识他 后来认识他他对我非常好 那这个本来他对我没有那么好 后来对我非常好 这个就是生跟灭 然后后来对我又不好了 又没有那么好了 感情变淡了 不管是夫妻啊 或是子女啊 本来很孝顺 后来不孝顺了吗 本来不孝顺后来变孝顺了吗 那法师对居士也一样 本来他很虔诚 后来不虔诚 本来很发现后来不发现 还是类似像这样 我们就会在这种有跟无 有没有 有跟无 生跟灭当中 但是跟说生跟灭 我们比较陌生 我们就讲有跟无里面 有没有 我们生活里面都是这种 不是吗 就在有跟无里面 我们就回到刚才所谓的政见世间起 政见世间面 一切都是缘起有的 他之所以本来这么发现 他不是本来 他是有因有缘 他才这么发现的 现在他不发现的 有因有缘他不发现的 你要去了解那个 那你不能认定 他之前这么发现 以后都会这么发现 他之前对我这么好 以后你就要对我这么好 你不要这样认定 因为一切事件是缘起的 他的心在变化 他的静在变化 他的认识在变化 但是我们的概念就会觉得 你以前对我那么好 你现在怎么不对我那么好 是你不对 有没有 就会这样觉得 可是这个就是没有政见世间级 是不是 这样有没有比较好像 有 有 这个就是一切法都是有跟无 就是你其他都不要讲 就是有跟无在变化而已啊 那不断不断在变化 而且有无变化有时候很快 所以你要去了解那个缘起 他就是这个孩子本来很喜欢读书 后来不喜欢 你不要你不要只是说 你现在变懒惰了 不是你都不晓得他在学校被人家霸凌 是不是 你要去了解他嘛 了解他的因缘所在 但是我们就会认定 从有到五或从无到有 你要看到他都是因缘变化的 他中间没有一个一定怎么样 或是说一定要怎么样 或是一定会怎么样 没有这种东西哦 但是我们很习惯 就是觉得会认定了 你这样就是怎么样 你现在这样你就应该要这样 有没有 那这个就会产生痛苦 是不是 那大概这样 因为时间到了 等一下我坐不上车